近几年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词叫做猪队友 提到这个词很多人都会感到心有气气焉 因为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猪队友 他们有的能力不足 有的不善于与同事协作 有的总是给大家传递负能量 总之他们都拖了整个工作团队的后腿 那么面对团队中的猪队友 我们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呢 当然不是 当然笑妮告诉我们 团队合作的能力并不是天生的 而是需要后天培养的 因此无论你是一名团队的领导者 还是一名普通的团队成员 如果身边正好有这样的猪队友 那不妨好好听听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本 《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 或许就能从中找到治疗猪队友 提升整个团队效率的好方法 作为一本管理学工具书 这本《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 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的结构 按照我们以前阅读这类书籍的经验 作者通常是会按照顺序 依次告诉我们 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分别是什么 然后如何克服 但这本书却没有采取这种传统的讲解方式 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 前三分之二部分是一本管理学小说 讲述了一家硅谷高科技公司 是如何在新CEO凯瑟琳的带领下 克服团队协作中的五大障碍 成为一支高效合作团队的故事 然后作者通过对小说故事的分析 总结并提炼出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 并对如何在实践中运用 做出了具体讲解 这样一本构思奇特的书 出自于美国著名管理学家 演讲家兰西奥尼之首 兰西奥尼是圆桌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 长期从事企业和团队管理的咨询和演讲工作 曾服务于甲骨文 西南航空等美国知名企业 同时 德汉是一位优秀的畅销书作家 至今已经出版了九部管理学畅销书 累计销量达三百万册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 虽然成熟于2001年 但至今仍是美国畅销书榜单上的推荐作品 好 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为什么能干的米奇成为团队中唯一一个被淘汰的人 第二个重点是 开会这件小事你真的能够做好吗 第三个重点是 为什么你不能把自己带领的团队当成自己的第一团队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能干的米奇成为了团队中唯一一个被淘汰的人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前半部分的管理学小说背景 故事发生在美国硅谷一家名为决策的科技公司 这家公司曾经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豪华管理团队 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 还有顶级的投资者作为坚强的后盾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外在条件堪称完美的公司 近两年却陷入盈利下滑 市场份额逐渐下降的怪权 面对困境 董事会决定更换CEO 让凯瑟琳接受公司 但是在几乎所有人看来 这位新上任的CEO都与公司格格不入 作为一名已经57岁 几乎毫无高科技公司工作经验的女性 凯瑟琳的履历的确不能让员工们信服 而她上任之后的举动 更是让许多人迷惑不解 凯瑟琳几乎每天都在找不同的员工聊天 她虽然尽可能地参加会议 却仍旧让前任CEO主持 自己只是坐在一旁 默默地观察和记录 而她在上任后做出的第一项举措 就是宣布在今后几个月内 公司主管人员将去纳帕谷 召开一系列的休闲会议 每次为时两天 而整个小说的故事 都是围绕着这家公司 在纳帕谷召开的两次工作会议展开的 在这两次会议上 凯瑟琳犀利地指出了 决策科技公司管理团队存在的五大障碍 是导致公司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然后她运用管理学工具 带领这支团队 逐一了解和克服了五大障碍 最终带领决策科技公司 重拾当年的辉煌 那么在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将通过实例来介绍一下 团队协作中的五大障碍 分别是什么 以及如何才能克服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 首先凯瑟琳提出的团队协作的 第一大障碍就是信任 很多听众听到这个词 或许就会说 信任有什么好谈的呢 这个大家都明白呀 但是听完接下来的例子 你就会发现 信任在团队协作中的作用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重要 在决策科技公司的管理团队中 有一位名叫米奇的市场部主管 是硅谷公认的树立品牌的天才 董事会花大力气才将他请到公司 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才 却成为了决策公司管理团队中 唯一一名被凯瑟琳开除的高管 在凯瑟琳主持的每一次团队会议上 米奇都表现得傲慢而不坦诚 每当有人对他关于市场方面的陈述 提出不同意见时 他总会翻起白眼 当同事们诚恳地检讨自己的短板时 米奇却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 都是团队其他成员的过错 公司里的市场部门与销售部门 时常需要互相配合 但米奇却丝毫不愿与销售部门的主管沟通合作 自己擅作主张导致对方部门做了无用功 凯瑟琳认为这一系列的行为的根源 就是米奇对整个团队缺乏信任 并试图破坏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任呢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 通常认为信任就是相信一个人 有能力去做好某件事 比方说 父母信任孩子能够自觉完成作业 但兰西奥尼却从团队建设上 重新定义了信任 在一个团队中 团队成员敢于承认自己的弱项 而且不用担心别人会以此来攻击自己 是一个合作型团队 所必须具备的信任 成员们向大家坦诚自己 不擅长某项工作 希望其他的成员提供适当的帮助 承认自己的性格缺陷 希望大家可以随时提醒自己 注意和克服 这都是一种信任的表现 只有当团队里的每个成员 真正放心地把自己暴露在其他成员面前时 他们才能完全消除戒心 从而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不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反观我们前面提到的米奇 虽然是个个人能力极强的主管 但是在整个管理团队中 他丝毫不信任其他成员的能力 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缺陷 对其他成员充满敌对情绪 极大的破坏了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 因此呢 凯瑟琳为了整个团队的利益 做出了开除米奇的决定 那么如何培养团队成员之间 建立起高度的信任呢 兰西奥尼给我们提出了 以下两种主要方式 而这也是小说中凯瑟琳采用的方式 首先是个人背景介绍 让团队成员回答一些不太敏感的 关于家庭基本情况的问题 比如说家里有几个孩子 家乡在哪里 个人爱好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等等 通过这些比较接地气的问题 可以拉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 从对方身上发现彼此的共同点 减少隔阂 其次是成员工作效率讨论 要求团队中的每名成员 指出同事为团队做出的最大贡献 以及最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后大家一起就每个人所说的进行讨论 看起来这项活动很容易引起团队矛盾 但是实际上 这有利于团队成员之间加强了解与信任 同时产生更多有价值的建议 好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能干的米奇 成为了团队中唯一一个被淘汰的人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重点 开会这件小事 你真的能够做好吗 如果有人问你会开会吗 相信很多听众都会说 这算什么问题 哪有人不会开会啊 我们不但从小就参加各种会议 甚至还组织过班会 小组会议 工作之后更是几乎天天都要开会 开会就如同吃饭穿衣一样 成了一种基本的技能 但是恐怕极少有人 能组织出一次有效的会议 回想一下我们在不同组织中 参加的团队会议 是不是大多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大家关系都还不错 每当有人提出自己的想法时 其他人哪怕十分不赞成 也不好意思反驳 会场上一团和气 但最终做出的决策 却并不能让与会人员一直认同 而另一种情形则是 大家在会上的意见冲突比较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却没有好的折中方案 于是会议开了一次又一次 总是无法做出最终的决策 这两种常见的会议情形 作者兰西奥尼用两个团队 协作的障碍进行了概括 那就是惧怕冲突和欠缺投入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非常看重和 比如加和万事兴 和气生财等等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善于 甚至是惧怕与他人产生正面冲突 认为这是没有风度的表现 对此呢 兰西奥尼提出了积极冲突的概念 比方说团队成员在一起 协商选择营销计划 有的人认为A计划比较好 有的人认为B计划更优 大家各书几件争论得非常激烈 谁也不肯相让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场 非常不和谐的会议 但是实际上 他们争论的唯一目的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通过争论 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念 有助于彻底快速地解决问题 而在争论结束之后 他们之间也不会因为 彼此工作间接不同 而抱有残留的不满 或者怨恨 私下里还能一起谈笑风生 这就是一种积极的冲突 而这样的冲突 对于团队决策十分有益 相反 如果像在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种看似和谐的会议 大家惧怕冲突 不想当面得罪人 怕伤感情 但是结果大部分人 都对做出的决策十分不认同 背后进行人身攻击 或者是不执行团队的决策 这对团队的危害 比任何争吵都要严重 那么作为团队的管理者 应该如何带领团队直面冲突 并且顺利地化解冲突呢 首先 要鼓励团队成员 勇于挖掘争论话题 越是掩藏着深的矛盾 就越要摆在桌面上 迫使大家一起着手去解决 甚至还可以在会议过程中 专门指派一名成员 负责提出这类话题 其次 是大家争论有些烦躁时 要适时地提醒双方辩论者 他们刚才的争论 是为了团队的利益 没有任何不妥 而且有必要将这种争论继续下去 或许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如果我们积极地参与争论 但就是谁也不能说服谁 同一个问题被反复地提出来 但是迟迟做不出决定 怎么办呢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第二种会议模式 而出现这种会议模式 说明团队合作中 还存在着欠缺投入的障碍 这里的投入代表的 并不是投入经历的意思 它是指会议决策的两个步骤 阐明问题和达成共识 通过前面的讲解 我们已经知道了 可以通过争论阐明问题 但是如何才能迅速地达成共识呢 兰西奥尼给出了三种有效的方式 首先就是设立解决问题的最终期限 要求团队成员在最终期限来临前 必须做出决定 在面对复杂决策时 甚至可以对每个步骤的决策 都规定具体时间 这样就能保证团队成员 能够及时地达成共识 其次就是对意外和不利情况进行分析 团队成员为何迟迟无法做出决策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害怕因为决策错误出现不利的结果 因此我们不妨先把最坏的结果摆出来 让大家知道 即使决策错误了 结果也不过如此 帮助成员们克服对失败的恐惧 从而尽快地做出决策 最后 即使团队成员看起来已经达成一致时 也不要急着立马结束会议 因为这时虽然看起来已经达成共识 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总结性结论 往往会出现团队成员各自理解不一致的情况 因此团队的负责人有必要花费几分钟的时间 对会上讨论的所有问题的结论 进行总结和再次确认 确保团队成员能够准确地了解最终决策 好 上面为你讲的就是第二个重点 开会这件小事你真的能够做好吗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三个重点 为什么你不能把自己带领的团队当成自己的第一团队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部门中层管理人员 有人问你哪个团队才是你最重要的团队呢 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是我的部门团队啊 那可是跟我一起打拼的兄弟们呢 这个答案看起来没什么毛病 而且大部分人会称赞说这是个重视下属的好领导啊 但是兰西奥尼却认为从企业整体利益上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作为一名中层领导者最重要的团队并不是自己部门的团队 而是整个企业的管理层团队 如果不认清这个问题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在企业整体利益与部门利益 或者是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错误的抉择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团队协作的第四大障碍 逃避责任和第五大障碍无视结果上 这里的逃避责任指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做不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而是只没有将团队的整体利益摆在首位 当看到有团队成员的行为损害了集体利益时 没有毫不犹豫地指出来 或许很多人会说 这不是让我去得罪人吗 其他人没做好又不是我的过错 产生这种想法 就是因为没有把管理层团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 兰西奥尼认为 很多团队都无法克服这四大障碍 主要就是怕得罪人 而实际上 如果团队克服了前面所说的三种障碍 建立了新人 经过争论达成了共同的目标 那么团队成员就有义务 严格按照团队的共同目标去执行 与其发现其他成员的不足在背后打小报告 或者等到这名成员的行为 影响到了整个团队目标的实现成为重视之地 倒不如当面指出来 由整个团队去帮助他共同克服困难 不偏离团队的既定目标 作为团队的管理者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比如通过公布团队的工作目标和每位成员负责的工作 明确目标和职责 定期对工作成果进行回顾和评价 对每位成员的表现进行反馈等方式 时刻提醒团队成员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团队协作的第五大障碍是无视结果 同样是由于集体利益与部门或个人利益的冲突造成的 打个比方说 你是一位财务部门的管理人员 你的部门或个人目标自然是希望成本费用越低越好 但是如果换作是销售部门的管理人员 目标自然是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营销费用 从而买出更多的产品 因此 集体利益必须是在销售额和消费费用之间 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而不能以任何一个部门或主管的个人利益为准 对此 兰西奥尼认为 作为团队的领导者 必须向团队成员强调集体成绩的重要性 奖励那些为集体做出贡献的人 才能引导团队成员树立集体意识 以集体利益为准生 好了 说到这儿 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 我们就全部介绍完了 从前面的讲解 我们不难发现 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 依照团队合作流程 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要建立一支优秀的团队 首先要培养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感 建立信任 建立了信任 成员之间才能够畅所欲言 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通过积极冲突做出决策 而只有通过决策 明确了共同的团队目标 和职责分配工作 团队成员才能够监督 其他成员的执行情况 并在集体利益与部门 或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 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 从而打造出一支 全流程的高效合作团队 好了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 米奇是一位个人能力 非常强的主管 但他却成为了 决策科技公司管理团队中 唯一一个被开除的人 原因就在于 米奇对同事缺乏信任 拒绝沟通和暴露自己的缺点 给整个团队合作造成了障碍 因此信任是团队合作 五大障碍中最重要 最基础的一环 其次我们讲到了 每个人都认为开会 是再简单不过的技能 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克服 团队协作的两大障碍 开出高效的会议 首先 人们惧怕在会议上发生冲突 不想得罪人 但却导致决策结果不理想 对此团队管理者 应当鼓励积极冲突 让团队成员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其次面对冲突 团队迟迟无法做出决策 影响会议进程 这时团队管理者 应当通过设定最后实现 对意外和不利情况 进行分析等方式 促使成员们尽快做出决策 最后我们讲到了 作为一名企业的中层管理者 最重要的团队 并不是自己部门的团队 而是整个企业的管理层团队 只有认清这个问题 才会在企业整体利益与部门利益 或者是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 坚决地维护整体利益 作为管理层团队的负责人 应当向成员们明确集体目标 和责任分工 奖励为团队整体利益 做出贡献的人 提醒成员们 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 刘萱